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Lam频道 今天阿Lam就与大家分享另一个粤剧灵人的演艺人生 今天要讲的主角就是马绍英 马绍英生于1908年2月4日,出于1978年2月9日 马绍英在南洋是一个著名的粤剧花旦 此外她也在香港拍摄过很多电影 马绍英的直观就是广东的顺德 但她并不是在顺德出生的 马绍英在新加坡出生 她是家中的长女 马绍英的爸爸就是做药材仆的长鬼 而她的妈妈就是帮人洗衣服赚钱 马绍英在13岁那年就已经开始登台表演粤剧 帮补加计,并且曾经做过一个唱季芝 什么叫唱季芝呢? 就是在街头卖唱赚钱来帮补加计 一直到15岁,马绍英就已经在南洋成为了 著名的粤剧正印花旦 后来就来到香港,就加入了马斯曾领导的太平剧团 在二致大战之后,她亦都成为一个零影相妻的藝人 除了演粤剧之外,亦都有参与电影和电视的演出 马绍英有一个包妹,叫做马金梁 马金梁也是粤剧演员和电影的艳星 马绍英的婚姝,曾经跟著名少将阿伊秋水结婚 但后来就离异了,离异了之后再嫁一个电影的监制 这个电影监制就是张作康,马绍英就育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马绍英就曾经跟王曼妮、黎卓卓、李善贫、徐依、金路、郑文霞、李月清、容玉依、陈皮梅、黎文、高伟、 高伟楠,即是阿努敦的太太,马绍英就有十二个人 他们十二个人结二金兰,组成了十二金差 马绍英也有一个契女,她的契女就是许盈英的大女,叫做李白燕 在1978年2月9日,马绍英就在她美肤新村的住所 因为心脏病突然发作,马上叫救伤车狗送她去马加列医院 但可惜就抢救不止,因为心脏病就逝世 之后在二月十三日就在九龙殡仪馆举行这个丧礼 遗体就下葬在九龙长沙环的天主教群场里面 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下马绍英她拍摄过的电影 马绍英在1934年开始拍摄她的银幕处女作《唐弓耳梦》 这套《唐弓耳梦》就在广州市拍摄和制作 然后在1947年她的演出就是《佛缘女》 花蝴蝶 香草美人 乖合独眼龙 蠔门春色 牛精良大闹香港 杨贵妃 西相忌 火柱银花 明日又天涯 天賜良遠 周身膽鬧廣州 黃金潮 辣手蛇心 蕩虎晶雲 然後是1948年 馬少英就有 恆海情淵 審死官 風火魚村 十二美人流 雅女 香港殺人王 呼榮妻未貴 驚激幽懶 血染偽常 金粉世家的上集和下集 載折長亭柳 款擺雄靈帶 顛聯賭鳳 仙同玉女 蝴蝶夫人 曲中雲段 花蝴蝶 下集大結國 富龜浮 似恨綿綿綿無絕棋 花香襯馬體 本地藏遠 花月梁蕭 氣迷孤爺 歸來彥 然後是1949年 一九四九年的演出 有一劍定江山 滿江紅 黃飛鴻傳的下集大結國 夢斷殘宵 奉入龍柳 蝴蝶月白的上集 賣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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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紅衛晚 賣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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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ỗ身 賣慾 internation第15五 魂斷归家梁,魂羽無山枉斷牆,追碧虎跳牆, 蕭月白下閘大結局,不時冤家不聚透, 珠聯碧俠,葉海癡雲上閘,天花龍房。 好,今日和大家分享馬少英的演藝人生, 分享到這裏又暫時休息一下,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請你留言點讚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的阿N和阿N頻道, 那下一集繼續和大家分享馬少英的演藝人生, 後下一集見,拜拜!